各位好,欢迎收听博物质 今天呢,这又是一个闲聊 其实直接上来闲聊就好了 但主要是这一次的录音 我前二十多分钟不小心碰到的那个收音的旋钮 导致前面二十四分钟,二十三分钟的样子 我的这个音质不是很好 所以你如果建议的话 可以直接拖到二十四分钟往后听 好,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了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 其实主要是想要围绕一本书展开 就是educated 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 嗯,我听说这个题目好像是 呃,原作者特意让这个中文的一本 译成了这个题目是吗 对,这个题目就是原作者他自己指定的名字 呃,因为educated其实是2018年的出版的一本畅销书 他那个纽约时报最畅销第一名八十周啊 大榜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呃,但是我是当一本书太多人推荐了之后 反而就不是很想读 再加上他这个中文的艺名也确实是很神棍 为什么educated要翻译成这样 那主要是因为出版社 因为这个作者的好处是他还活着了,对吧 所以出版社就跟他沟通说 你这个东西翻译成受教育的 受教,教育,什么知识改变命运 学习改变人生都很奇怪 后来他们商量来商量去 就敲选了这样一句来自圣经中的话 读下来之后我觉得还OK 这个书名定的还OK 但我之前确实是也被这个书名影响 导致我很久以来 很多朋友推荐一直没有去读 甚至我把这本书读完了之后 我把它推荐给腔腔 就是迟早更新的腔腔 他说他也是 就因为这个书名 他就一直没有看 所以书名误人是吧 可是如果他直接翻译成被教育 应该也不会去看啊 对啊,就很难 然后这个书名呢 他非常好玩 就是他的这个营销 不管是在国外的营销 还是国内的营销 很多人以为 它是一本励志书 或者是一本关于如何学习 就讲学习方法的那种成功学的书 这个是我看到一部分差评的来源 就是说,我以为这个书 它会讲到很多自学的一些方法 因为 这扯就得远 我们先拐回来跟大家介绍 一下这本书是干嘛的一本书好了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Tara Westover 她是一个美国人 生活在爱达河 爱达河嘛,这个州 这是美国的一个比较偏僻的 山里的一个州 她生活的这个区域呢 是一个摩门教徒聚居的区域 她家呢 也是姓这个摩门教的 而且是那种比较激进的 比较极端的教徒 有父母亲 她上面还有几个哥哥 一个姐姐 一共七个孩子 她的父亲呢 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这个越来越偏执 越来越激进 是一个所谓的prepper 她相信世界末日 相信那个政府 都是骗人的 她要给都是 让孩子去上学 都是洗脑的 要在家里面挖个大地窖 里面存各种武器和食物 那个 反正就是那种人 所以她就从小 没有上过一天的学 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自己决定 还是要去上学 所以她十几岁的时候 自己去买了 几本那个 美国高考的那教材 在家看书学习 通过自学 考上了杨百汉大学 这其实 这所大学 它里面的这个学生 基本上都是摩门教徒 就是本地的这个社区 来的学生的一个大学 对 然后从此 你N啥 你是不知道是吗 不是 我从她的行文里面 我可以知道一点 就是 但是我不知道是一个 完完全全 基本上全都是摩门教徒的情况 因为当中有一些 比方说 她在大学里接触的人 我感觉也是 她写起来 也是挺正常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可能是一个多元的环境 那我现在才知道说 有可能 绝大多数都是摩门教徒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 她可能只是从一个 就百分之两百浓度的 一个家庭 进入了一个 I don't know 百分之几十浓度的一个宗教环境 就是这样的 我说到哪了 然后很神奇的是 她想去上大学 是源于她对音乐的喜爱 她偶然在自己的一个哥哥那里 听到了一张唱诗班的CD 她觉得这个很好听 我想唱 但是呢 她立刻就意识到了 像这样的声音 是通过学习才能唱出来的 不是你张嘴就能唱的 然后她想上学 然后为了上学 她只好去自己学 什么几盒代数啥的 为了学唱歌 自学了几盒代数 就这么一个人生路径 然后后面呢 她其实在学术上 或者说在上学这件事情上 可以说是一个极其幸运的状态 一路上都遇到了 对她很好的老师同学 也有非常赏识她的教授 一步一步的去推荐她 拿到奖学金 后面去了那个剑桥 还去了 去剑桥还是 后来牛津 后面去了英国 然后还去了哈佛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这本书是成熟于她二十多岁的 她现在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人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她 作者呢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YouTube上搜她的名字 你会看到很多她的一些访谈 她的一些podcast 她的一些演讲 当然了 在当她自己 总之后一上来 你知道你要打书吗 人家又会问你几句话 介绍一下你的这本书 她说的就是我刚说的这个东西 就是 就是很重复性的 对对对 而且她是真的唱歌很好听 我听到了她唱歌的 我看她唱歌的视频 这么有三次元的代入感 我喜欢一本书的时候 我就不太愿意去查她的背景资料 也不愿意去看那个人 除非 等一会儿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说 我跟我家大大的经历 可以现在先不说 先说这个事 对我也是 就看书的过程中是 我是不会去查的 但是看完了之后 尤其是知道要来录节目 我还是想说 多做点功课 我就是查了一下她的一些采访 就翻了翻多半啊 而且我看到你还在 这个蒙泰 不是蒙泰沙利 是你还在博物志的微信群里面 也有在问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对这本书的观感是怎样的 对 结果就跑偏了 聊到了我老婆 anyway 而且这个书它还有一个特点 是因为他们就是摩门教徒 家里面是非常 他们家的那个生活的状态 以及谈论的东西 相信的东西 让我在读这本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书的前大半部分 我都脑中幻想出的形象 都是一个一百年前的美国的那种感觉 假设就是那种红脖子家庭 对不起 所以当我后面发现这个书 它写的很多事情 发生在90年代 就是它的童年 基本上跟我们是属于同龄人的时候 是很震惊的 蛮难想象 它描述的这个人生离我们这么的近 对 它描述的东西是 但是摩门教徒 确实是我比较 比较陌生 但是我有一个在美国培训的同学 他也是一个摩门教徒 那么 他是白人 当然了 然后 我为什么要说当然了 他是白人 然后他年轻 他才22岁 跟我一起在培训的时候 我已经不止那个年龄了 他是说他培训完之后 就要回去结婚 然后要开一个 蒙泰索利的小的学校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我来讲 我倒是对这个群体不陌生 所以在我眼里 我觉得摩门教徒就跟我们这样平常的人 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一种信仰上的区别而已 但是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哦 原来还有这种 比方说比较极端路线的 或者特别激进路线的 这个摩门教徒 如果说不是像他这个书的作者的父亲 那么极端的话呢 其实摩门教徒也还是有一些比较奇怪的 你不能说人家奇怪吧 反正就是挺不现代的 教义的规定的 比如说你可以娶无限个老婆 嗯 就其实这个可能是他众多习惯教义 对 对 因为伊斯兰教是四个嘛 摩门教徒是随便 哦 对 然后这个就有很多家庭 他会比如说自己家用童工啊 虽然说确实是自己家孩子 然后他就家庭劳作 然后就逃税啊 反正是很多 具体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就是挺神奇的 生活在美国的一个宗教的人群 要不然你来说一下这个书里 写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吧 因为我刚刚是给这个 大概介绍一下背景 为什么这个要抛给我啊 OK 我看书的时候呢 我看书我是觉得 首先这个翻译是比较顺畅的 所以我在火车上看的 也没有特别特别的说去 抠他的字眼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读得很顺 还有个感觉就是 就书里面这塔拉这整一家的生活的状态 就是一个在山里面几乎 与世隔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人为营造出来的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 所以他的那些用词 或者说他整一个范就这个描述会让我觉得很孤独 这是真的 那么然后呢 再有一个他的他的书是按时间发展来写 就从他记事开始 他的家庭是怎样的 他上面的哥哥是怎样的 他只能从他的视角来记书 他还记得的一些非常让他记忆深刻的片段 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去回忆另外的那些事情 那么比方说他有一几个要点 就是他的哥哥有出过好几次事故 他们自己这家我就觉得在看的时候 每一张都看得胆战心惊 因为不知道这一家是哪个人会碰上怎样的灾难 有的时候是被烧伤 有的时候是掉下来 有的时候是车祸 还有两次车祸 所以我一路上就会感慨说 虽然他们没有用现代的方式活着 但是真的还蛮惨也蛮苦的 就那么多的事情 最后他爸爸还 应该是他爸爸还是他哥哥是毁容了 对不起我怎么看得到不仔细 他爸 他爸对他爸毁容了 那么他哥哥也是身心受创 因为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 对不对 而且他这家庭里面 大家经历的各种这种伤病 其实我觉得可以说都是人为的 就是因为他这个父亲很鲁莽 他们家的营生其实是 经营了一个垃圾厂 他父亲每天就是在这个垃圾厂上 把一些旧的电器啊汽车啊分解了 然后拿去卖钱 但是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肯定用的是一些 相对来说比较现代化的机械 但是呢他又完全不顾这个安全操作规范 就胡搞 就是那自然就会事故频发 然后出了事故之后呢 也不知改进 就因为自己在各种事故中 三号回始神差的活了下来 他还要说你看 这都是上帝的神迹 他与我同在保佑我 我们家的人受了各种磨难 受了各种伤 还不是一个个都好好的 所以就越来越神 包括开车也是 他们这个车也不上保险 也没有安全带 把座椅都拆了 然后后面放了个锅垫 大家盘在车后面 那车一翻 这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它 反正就是挺又鲁莽又蠢 然后就迷智自信 还是就命还很大 这样 因为我看的时候 我会 我会有一点把它当成一部 视自传体的小说 这样的情形来读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 有一点点的不去 尽量不去 很深的把它当成一件现实中 发生的事情来读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 可能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习惯 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 计时体的东西 因为它有很多自己的 想法 或者它自己本来下笔的时候 就有一些 自己想要说的话 放在了里面 所以我会把它当成一部小说来读 所以在这个事实方面 我有时候甚至都没有很深究 但我印象最深最深的一个点 是在 他遭受了挺多这种创伤之后 或者他觉得他的生活遇到困难 他终于想要求助的时候 他是给他的一个哥哥 就小时候给他那张唱片的哥哥 那哥哥是叫泰勒 还是 是不是叫泰勒 给他去打电话求助 因为他觉得说 他 他想象中泰勒是可以帮到他的人 然后泰勒只是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 就是说你想要我做什么 就这句话他是可以有多种解读的 他也有当时那个语气在 但是塔拉他自己这个本人 在书中他是说 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是被拒绝了 所以他就直接把那个电话给挂掉 他觉得说自己以后再也不打算求助了 就那个点会很触动我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 人就是会有这样的时候 他打一个电话 然后他他已经是在很绝望的边缘 在给你打电话 但是你没有你没有感受到 你没有get到那个点 然后你只是觉得你问了一句 理所应当的这样的一句话 但是有可能对他的打击就非常大 他后来直接挂了电话 他就觉得我这辈子 就在这个方面对家庭已经非常绝望了 所以那个点会让我还蛮触动 其实他和家庭的关系 我觉得是这本书里面非常大的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之一 显然这个书他不是教你怎么自学 考上大学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不是特别法尔赛 对他其实一直是在讲自己 在生活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 和家人之间的这些拉扯 甚至他其实包括在后面的采访的时候 他都说 我的父母他们是爱我的 然后我也是爱他们的 但是我就算是再爱他们 我也要学会放手 就是有些人你爱他 但是他不应该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所以他其实是从小到大 这个书里面讲了他的这个 离开的过程 他甚至其实到很后期了 他已经到英国去念书了 那个已经去什么哈佛念书了 这种但是他依然无法摆脱这个家庭 对他的各种影响 而且父母也还都健在嘛 他们有时候要打电话喊他回去 或者爸爸又烧伤 烧到几乎死掉 他就回去 本来以为是要见最后一遍 叫三不号他又活下来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不可思议他还能活 是 对一直在这种事情 我觉得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他的这种 想要去追寻自己的自由 想要去上学 想要去 想要去做 想要去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不断不断地被他的这个 很有毒的家人 一直在往回拉 一直在往回拽 一遍一遍来 又往地上摔 直到最后他做了一个 他整个这个书到最后 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结束 因为就像我说 他现在跟我们年纪是差不多的 30出头 他的人生还远远没有结束 他这个 他和他家庭之间的故事 也远远没有结束 他只是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 暂时找到了一个 相对舒适的平衡点 而已 就是不要去和那个家庭 有什么牵扯 就是他的平衡点 他跟他的母亲这方的家庭 有些人现在是关系比较近 然后和父亲那边 基本上就断了联系了 我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 如果说 一旦其实回到那个环境 回到那个情形下 依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他没有办法做他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即使很爱他们 也只能说 现在只能以这样的形式 继续地相处下 也不是相处 就继续地保持一定的距离了 但是内容方面确实也没有多说 因为我感觉这个内容上 难讲 他每一章都就是一个事情 怎么发生的 你要讲的话 就是从头到尾 得把它讲一遍 如果单独拎出来任何一个场景的话 就比较难讲 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情节 或者场景吗 都还挺深刻的 但是 我同意 我是没有办法 就是你如果想让我对着话筒说的话 我是可把他人生故事讲一遍 但是我这也没有必要 确实是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 有很多的故事是让我觉得 我操这都可以 还能这样呢 还没死 接下来你们家还有谁要出什么事 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 你也是很 尤其是他自己开始大了一点之后 最难过的是看到他一次一次的 就是又回到这个家庭 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有的时候是 比如说家里出事了 喊他回去 有的时候是 他在学校里面 这个精神状态很不好 他觉得还需要回到 回到那个Idlehold 他住的那个山里面去 对 结果一回去 就是事情变得更糟 其实这个过程非常像 在一段感情中经受虐待的 你可能是亲密关系 或者什么样 或者是 对对对 人和人之间 有的人他就是 他父亲是 旁人都觉得不应该回去的时候 对对 但他就已经因为被长期的 这个gaslighting 就是精神控制了 他会自责 他会觉得自己的问题 然后很多事情他也 你的父母一遍一遍地去跟他讲 和事实相违背的这个话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迷惑了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父亲其实是有比较严重的 这个bipolar造诣症 双向情感障碍 是后来他才意识到这件事情 然后从小对他的母亲 对他 对他的一些哥哥们 都是这种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 这种 这个典型的精神控制的这种搞法 甚至你看他哥谈恋爱的时候 对自己的女朋友也是这种做法 这个桥段我实在是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桥段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桥段真是写得非常 他没有写得很 很恶毒 但是你就是可以从里面 让你读出来那种恐惧 就是我如果碰到这样的男生的话 太可怕了 就马上要离开的那种 是的 而且我是觉得 这个是可能我现在 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 我才能真正的分辨出这样的男生 如果是我 再小一点 十几岁二出头谈恋爱 遇到这样一个会gaslight我的人的话 我大概也分辨不出来 然后可能也会被控制 这个就很 anyway我就看到他 这个反复摇摆的过程 甚至到后面 因为他读者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 他真的是受了很大的创伤 他到后面是那种 学术也搞不了了 每天就是拖延 有这个抑郁症状的人 很多都是这样的 拖延 拖延就是觉得 反正我就是不好 就是我懒 其实他会把 他会找各种各样的原因 那他就是 不会认为是自己 这个精神上有些问题了 然后他会晚上做梦 会尖叫醒来 然后光着脚跑到街上去 就梦游 这种惊恐 panic attack 惊恐发作 就很严重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他还是反复反复地 被父母往回拉 我觉得 天 就是那种苦情电视剧里面 你怎么还不走 你快守了 是是是 是有一种 但是还是 你是说豆瓣上有评论说 还是觉得不够惨 是吗 对 我他妈的 今天下午录节目之前 我想说看一下豆瓣 那个夸的人 大同小异 批评的人各有不同 我其中有一些人批评 我觉得真的非常地迷惑 首先 批评一鸣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对吧 然后批评这个书文笔不好呢 我觉得 我看了这个 Westover他自己的那个采访 他是说 他自己写的时候 包括给他建议的那个教授 也是说你尽量用简单的语言去讲 你要保证 那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 也都可以轻易地读懂这本书 你要去 对 你要把你这个message传达到 对是最重要的 不要在那边转文 那 结果就有 我看有人批评他语文不好 文章写的没有逻辑 乱七八糟 语言太简单 有个从具都用不好 我这有毛病嘛 你是批评人家语法 是不是 好 这是一种 还有什么 什么那个什么 哈佛博士写出来就这 行 抬着 那要写你看不懂的才是博士 对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这种朋友 这真的是 还有就是说 他这个好像也不是很惨嘛 说的好像很惨一样 仔细想想呢 他这个从小是吧 他三个哥哥都上过学 其中两个哥哥还是PhD 他父母 虽然不是大学毕业 也都上过几天学 他们家 他小时候想去唱歌 他爸也不是 不是也让他去唱歌了吗 他想 他想去考大学 不是也 不是也没有那个捆住手脚 不让他考大学吗 哇 我就觉得 这 然后还有人说 他是因为 他是一个女的 然后正好符合 现在的这个什么 政治正确的这个语境 所以就 被 被拔高了上来 他的成功 就好像被当成 一个多么励志的故事 我就说 天哪 你们这些 人是咋回事 就 你是要要求一个 多么完美的 凄惨的故事 这个人 他生活中 就不能有一天好 他才能说自己惨 哎呀 气得我 是 那 你确实 那有时候 这就跟博物质 就是下面的评论一样 夸的吧 都差不多 那你说 要是给你提各种意见的 我记得 你也有挺多吐槽 想要说的是吗 是的 那我们就不展开到那边去 那就又没完了今天 而且这里面很多故事 很多的 那种心理的路程 他是写的非常 还写的挺好的 我可以说 那个 很细腻 虽然他用了很简单的句子 翻译的时候 也是用很简单的句子 因为你也变不出花样来 可是我会觉得 里面的那种对话呀 那种情节 包括一些语言 能够展现出 他爸的性格 还有他哥的性格 我觉得 我在现实中 如果碰到他哥这样的人 可能会 非常非常的 害怕 他哥这样的人 就他大哥这样的人 因为我会觉得 我 我如果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我是没有办法 摆脱这样的一个人的控制的 我前两天 其实跟我爸有一个 关于这件事情的对话 就是他 我在那边看书 他问我人家看啥 我跟他讲了这个书 我给他复述了一下 这个书里面的故事 然后我爸说 你看 你一天到晚 说我们小时候对你不好 你看看人家 他说 你跟人家比 是不是过得还可以 我觉得这个就很像 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豆瓣上 批评人家不够惨的 那个书评 怎样 那你还要我怎样 因为 他不管是这个Tara 还是我小时候经历的一些 当然 如果说我们非要拿出来比的话 那是真的没有办法比了 我那 我根本没有 对吧 但是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小孩子来说 这些创伤 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也是 长大了之后 要花很大的功夫 想办法去摆脱和愈合的事情 这个是 我觉得你不能要求别人 要苦到一定程度 才能出来诉苦 我完完全全的统一你这句话 是的 百分之百统一 百分之两百的统一 因为这也是 我很想交流这个点 就被你说出来了 好吧 那就让给你说吧 因为 我是觉得痛苦 你是一个没有办法去比较 拿事实来比较和衡量的东西 就像你说的 这个事情对你本身来说 你当时的情绪 或者你当时遭受到的 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 或者说你感到了痛苦 这个痛苦 没有办法从外面的事实 这个它到底是 多小的一件事情来说 因为小朋友 像六岁之前的小朋友 他即使手只是被割到了一点点 他也感到他非常非常的痛苦 这种痛苦是 我们作为一个有理智的成年人 知道这个伤口明天会好 一定会好起来那种 有理智的去判断是不一样 他就是觉得我受伤了 我流血了 我需要安慰那种痛苦 所以说 这个就没有办法 在痛苦的程度上进行比较 你最多后来是用一个 比较理性的思维去衡量说 这个事情在事实上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我腿没有断 但是当时当下的那种情绪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拿事实去压他的 你说因为你这个手指 破了这么一点点 所以没关系的 他不会 他会觉得说 你没有接纳他那个情绪 因为那情绪才是 当时他最要发泄的部分 我们又回到了上一期 我发飙的那个故事 对对对对 这人生就是一个循环 就终于又回来了 所以对 很多人就说到这本书的时候 他会讲到很多原生家庭的一些讨论 你看看人家那么惨 这个家庭 他还不是想办法最后摆脱了出来 我觉得 其实现在你说这话都太早 就像我刚刚说 这个作者现在还很年轻 你不知道未来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走向 嗯对对 就希望他能够找到跟家庭之间的 一种相处方式 就和他自己过去的一种相处方式吧 他未必会再回到那个家庭里面去 但是总要有一种方式 跟自己的以前的那些内容 去相处 或者说因为你总得带着他嘛 你又不可能去割掉他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本书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 这本书差不多了 我们终于又要开始跑题了吗 我想这本书还其实可以引到另一本书 就是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嗯 这两本书都是孟孟推荐我去读的 上期节目录完了之后 我就去读了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本书 是不是 很想推荐 一见如故 对很想推荐给大家 我这个书我看的时候 他这个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就完全不是这种什么自传啊 这个故事型的 它是一本历史学家写的一些 的一本文集吧 随感 对和历史相关的一些随感随笔的一个文集 那我在读那本书的时候 有一种 有一种 他说的很多东西 我其实都想过 或者都知道 或者都在别的地方 零散的听过读过 但是以我的水平和见识 没有办法在脑中 把这些东西穿连起来 我没有办法去给他一个逻辑 但是罗欣老师 他在这个书里面 就把我一些不成形的想法 给支了出来 就一下把我把这个事情捋顺了 这种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就如果你去 如果你去读一本 他特别艰深的一本学术著作 他里面说的啥 你都听不懂的话 你也看不懂的话 那那种书就是 其实也读不成 如果是特别浅显的一本书的话 那可能也没有啥太大的满足和意义 就正好罗欣老师的这本书 就卡在了 让我觉得非常舒适 然后又是负的点 对 阅读起来非常的快乐 甚至他明明就是在讲历史 他在讲人类的历史 但是居然我能感觉到一些 个人生活上的扎心 我就很喜欢 对 为什么我突然间 cue到这本书 就是要联系到Tara的事情 这个当你像鸟飞向你的山 他以你什么 这本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 他其实序章一上来 是他们家人对于一个事件的 记忆的扭曲和模糊 就是他们家附近有另外一家人 当时跟那个联邦政府对抗 然后发生了枪战 死了好几个人 然后还有人那个被关了起来 然后他的父亲 然后这个作者的父亲 就会在家里面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惨案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他原本在上学的两个儿子 就被接回家不再上学了 后面的孩子也都没有上学了 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办过 然后他父亲就去买各种武器 什么他妈的机关枪还行 然后在家里面存各种食物 就等着将来有一天 政府肯定也会来杀我们全家的 到时候我们要能应战 我们要能保护自己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他从小 他也没有上网 他也没有上过学 他也没有听过别人讲这件事情 他对这个事情的记忆 或者说认知 就来自于他父亲 给他讲的这个版本 然后一直到 他的这本书写到非常后来 非常非常后来的时候 他自己在学校里面 有一天上维基百科 搜了一下这个事件 因为这个事件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 他才发现 哦原来根本不是 他爸爸说的那样 而且他爸说那家人死光了 他没有 还有人活着呢 嗯嗯嗯 我不知道你能 我是很能明白 他当时那种震惊的 好像你比如说 你从小认识的一个亲戚 是的 你以为他就是你一个亲戚 然后有一天 你不小心在网上搜他 发现他当年是一个叱咋风 他大毒消失 等等你这个例子 简直就是反的 你应该说你本来 你那个亲戚本来是个 在亲人眼中的大毒消 然后你一搜 发现不是这样子 他是当地的实家企业家 这样子 就类似这样吧 反正就是颠覆 而且他其实在书的过程中 还反复地去讲到了一些 和历史和认知相关的事情 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是他去杨百汉大学上学 他上课的时候 他举手问老师 因为他书上有一个词 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Holocaust 就是犹太人大屠杀 他当时举手问老师 这个词什么意思 他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呢 其他同学就以为 他是一个反犹分子 就是故意地要问这样一个问题 在课堂上挑衅 这件事情 他被误解了很长时间 那这其实联想到 我们这代人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有某一个 那个不能说的事情 也是你很大了之后 自己才去了解的 小时候谁他妈听说过 根本不知道 对吧 是都是在大人的叙述当中 去讲这件事情的 大人会说 那个时候他们也很年轻 然后听说的事情 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我也是 就是对 后来才会有兴趣 在有机会的时候 再去找一找当时资料 因为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听过 我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心 我也没有再去想过 要去确认一下 他们的记忆 到底是不是可靠 是这样子的事情 对 因为他本身 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在后记里面 也有提到嘛 因为他对当时的记忆 也没有特别清晰了 所以他还去向各种 他能够求证的人 去求证当时 到底是谁在场 谁不在场 谁说过什么话 谁有 谁那个 当时做了什么事 到底谁把这个 他哥的腿 用这个垃圾袋 给他包起来 什么的 对不起 我有剧透 然后但是 像这种情节的话 还是靠他自己的 去回忆 去叙述 去建构 把它变成一个 好像很有逻辑的 一件事情 在故事里面不断地发生 但是他也说了 这个只是他的记忆嘛 有的时候也未必 那么经得起推敲 这是他个人的 这种情感记忆 所以他很巧妙地 把这种个人的记忆 和一种在历史当中 有可能出现的 那种叙述 又有一点呼应起来 是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他自己在写的一些 论文 但那些论文的题目 起码就题目来讲 我对那些题目 还挺有意思的 当然我不一定会去 我肯定不会去 读那些论文 以现在的 我的时间分配来讲 我还要论谋太沙利呢 但是呢 我会觉得说 光是那些题目的话 会想到说 他很有兴趣想到 他要怎么展开 他的叙述 去讲这篇论文里面的 那个故事 因为他提到过 两三篇 他创作的那个论文 很受教授的赏识 那些题目嘛 对的 那跟罗欣的那个 也可以对应起来看 你会觉得说 罗欣那本书 非常的让我 一见如故 首先是题目就喜欢 题目喜欢之后 看到前沿也喜欢 看到前沿以后 后面看到 诶 这边的每一篇 都非常的有意思 嗯 是的 嗯 Tara她这个情况呢 就是 可能 嗯 你可以把它说成 是人类历史的 某种小小的缩影吧 因为她会有一些 有一些她记忆中的事情 和她家人记的 那个版本完全不一样 而且大家当时都在场 嗯 然后过段时间之后 再来想 哎就不对 就不一样 而且她说她 她说她那个 那个哥哥威胁她 然后给她一把刀 放在她手上 那个刀上还有血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发现 是她 哥把她孩子养的那条狗 用那个刀杀了 这就是That's why 那刀上有血 然后过了几天之后 就说啊 没有狗的事情 狗没有死 没有被杀 过几天又说 没有刀 哪来的刀 对 是 这一宠一宠呢 如果我是她的话 我也会觉得自己疯了 而且 你是真的不知道 是到底是谁记得 是对的 因为当时也没有 录个像录个音啥的 那万一真的是 没有刀 没有狗的事情 这不 然后就疯了 真真假假 就读红楼梦 假作真实 真意假 甚至自己经历的人生 都开始产生怀疑 就不知道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具体到个人的话 像Terra她 对自己的记忆 有一些 模糊不清的地方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 编辑的地方 这样的经历 好像你我也都 到我们那天 谈论到这件事情 有 有 对 因为大家都有过 那样一段 不堪回首的日子 也不是不堪回首吧 就是会有一段 自己 现在大家都喜欢 把这个 比方说12到18岁 会觉得一定会有 一个叛逆期的到来 但我觉得这个叛逆期 也是很人伪的 被大家给叫出来的 其实它就是 那一个阶段的 我们可以说 那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嘛 我跟你那个时候 谈论的时候 我就在说 我现在特别想看 我中二十期 写的那些东西 因为我会觉得 那些东西 对今天的 我也许很有价值 但是 在我当年 整理掉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把那些页 已经全部全部 撕得干干净净的 我留下来的是 一本本子 一本 崭新的 可以画画 或者写字的 空白的本子 把我当年 所有的痕迹 全部都已经撕掉了 而且我当时的想法 就是这些东西 是没有用的 不需要再去被保留的 我就直接把它给处理掉了 但是我现在就很后悔啊 因为我觉得 我多想看 我当时到底写了什么呀 我到底喜欢的是哪个CP啊 但是就没有了 我很想看的 真的 那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 有意的去 隐藏我的历史的部分 但是我 只是我当下那个判断 我没有想到 我的未来会为此后悔 但后悔的时候 又没有后悔药 可以让我去翻 去翻篇了 这个事情已经完全翻篇了 我只能说 它就消失在 过去的长河当中 再也找不到了 你是说你把你整一本 日记本都扔掉了是吗 我扔了好几本 连字带画带照片 全都扔了 初中高中的都有 还有照片吗 OK 对 我是那种心 尤其狠的人 我想正好翻到 我给你发的这个书里 那个遗忘 从这个认识出发 遗忘不再是人类 被动和消除的 一个生理缺陷 反倒是人类 之所以成为 人类的前提条件 从而具备了 主动和积极的意义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 谈到了主动遗忘 尼采说 遗忘并不像 平庸肤浅的人们 所相信的那样 是一种简单的堕态 反而是 态堕 sorry 反而是一种 提供沉默的积极能力 是为无意识 所提供的捷径的石板 为新来者腾出空间 这些妙用 就是我所说的 主动遗忘 在尼采看来 主动遗忘 就是为了治疗 创伤 克服心魔 而故意忘记过去 就是因为 要治愈 创伤 克服心魔 丢了很多本日记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将来 可能有一天会后悔 但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 我依然处于一个 急于和过去的自我 做切割的一个心理状态 嗯 我还 你今天又发给我一张图 嗯 你今天还又发给我一张图 你就说那个 呃 是怎么说的 最危险的一种 心脏疾病就是 呃 good memory 是不是那个 那 那张图 其实我还蛮有感触的 因为我觉得我会记得一些事情 呃 我觉得我要是不记得 他还该有多好 但我偏偏又记得 你还记不记得 因为我当时你发给我的 所以我那一瞬间 我想到的是我和你的事情 我和你有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和你的关系能说吗 我们俩 怎样 对 那句话是 the most dangerous heart disease strong memory 嗯 对 我 我们俩 我们俩有 我想我们俩冲突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关于我我和老和口的关系的一次谈话 我记得 对 我也是想到的那一次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一次是 也是让我记忆很深刻的一次 我觉得我不应该那样说 所以我要和你道歉 哎呦 对不起 我又要哭了 因为 呃 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讲起呢 就是当时我和婉宁 嗯 在欧洲读书一起去阿姆斯特丹玩 后来呢 我们用下午的闲暇时间去了海牙 从海牙回来的路上面 我们坐在一个公交车上 这个是我的叙述部分 待会你可以讲你的叙述部分 坐在 不是公车或者说地铁这样的 对 反正是公共交通工具上 反正是公共交通工具 我也忘了是电车还是地铁还是啥 对 然后 然后不知道怎么就说起 关于家乡的这个话题 我就突然非常的怒 我就说 我就跟婉宁说 一个人怎么可以不爱自己的家乡 就差不多是 应该是这样的一句话 原话可能就是这一句 差不多 然后婉宁就说那种 很无奈 就是你不知道啊 然后那种 你不懂 那种笑 对 就是你不懂 但是呢 他可能又觉得 我当时说话那语气 他可能也觉得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当时我觉得 那语气非常的 盛气凌人 或者说非常的 笃定 我觉得我是对的 对 因为我觉得我很理直气壮 就是大家都应该 爱自己的家乡 还用了一个反问的句式 来加强我的语气 所以 呃 当时那个场景 就是我们两个冲突 很严重的时候 后来因为你也没有再说话 这个事情就那样子过去了 但是多年以后 我依然记得那个场景 就说明那个场景 对我来讲 可能也很有 就会让我有的时候 会反思一下 我当时为什么 要用这样的态度 来对待你 还有当时的那个话题 我现在想起来 就会觉得非常的抱歉 一个人当然可以 不喜欢他的家乡 这有什么问题 就没有问题 我觉得首先 让我们看到 这个事情的光明面啊 就是我们俩这么多年 最激烈的冲突 是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俩关系真的很好 然后 没有弄过别的幺蛾子 是吧 然后 我觉得 对具体是怎么聊到 这个话题想不起来了 但是其实 我一直是 小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嫌弃老河口的 我很讨厌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 我分析一下 我估计我引起你的不是 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我的家乡 而是因为我过于的自命不凡 认为自己deserve better 这个是最让人讨厌的地方 这个事情是我自己也意识到了 但是我现在多少 还是有一点这种感觉 就是 我现在这种感觉 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曾经 比如说当我们 如果要聊到高考的话题的时候 我就会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生气 因为 我觉得我投错胎了 生活在 就是出生在老河口 这狗地方 教育资源那么差 然后分数又那么高 老子这么厉害 居然只能考上北外 对吧 然后 对 我会有 我会有这种想法 就 我这个分数你放在哪里 那不是全中国的大学 所有的专业任我随便挑 我就会觉得自己很委屈 或者 然后 我比如说长大了之后 就 尤其是上大学之后 发现很多同学 他 就是比我见过很多 多见很多世面 从小学了各种才艺 读了很多书 扬气的不得了 那我凭啥就不能有这些 然后 然后 然后我爸妈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 又是一个 一天到晚 一个打架 一个打麻将 一个喝酒 给我留下了很多 非常不好的家庭回忆 我跟他们之前 没有感情 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就很 我就很气愤 我就为什么 我没有更好的爸妈 我也不喜欢我爸妈 我也不喜欢我的家乡 我什么都不喜欢 所以 我想如果是 就今天的我去 和那个时候的我 其实我现在还有一点 也没有过去很久 这件事情 你还要装年轻 是吗 不我们 在某种 你说吧 其实我会觉得 怎么说呢 是 真的是不能 接受自己了 就是活得很不自洽 然后又觉得自己 就 又自恋 又自卑 所以这种状态 其实确实是非常 不讨人喜欢 我觉得你当时 说那个话 你倒不一定 真的认为说 因为 以你当时的理智的程度 如果说你是在一个 没有被我激怒的情况下 来跟你商量这个事的话 你肯定 你是很理智的 你肯定会认为 那也不是说 是个家乡就能喜欢 那这个事是有商量的意见 但是我觉得 你当时是被我气到了 所以你才会说出 那么多的事情的话 这是我的想法 对 但是 有可能 但我确实也不记得 我当时为什么这样说了 但是我对我当时 说过这句话 我会非常的在意 因为我会觉得说 我可能再用一种方式 伤害到了另外一个人 就是 而且我 我对这个事情 就一直以来吧 都还是挺在意 但也没有一个场合 能够让我 好好的给你道个歉 我觉得这个场合 就还挺合适的 反正我也见不到你 然后 反正大家也今天 就可以做一个见证 你会干啥 所以我跟 我跟婉营的关系 就可以进入到 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事情就可以翻篇了 我会觉得我 因为我自己本人 我一直觉得自己 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从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 我就有这种感觉 我的很多地方 运气都很好 以至于 我都没有办法 我都没办法 去埋怨社会 就是我觉得 我获得的东西 很匹配我现在的 这个 应有的这个能力 就像你说的 你觉得你可能 配得上更好的 我觉得 我得到的东西 可能就刚好 跟我的期待 差不多是匹配的 所以我一直都处于 一个比较满足的状态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 我确实碰到了 非常非常好的老师 然后我读的学校 我觉得 在我的感觉中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学校 后来 我交到的朋友 包括今天 我在跟婉莹讲 我说我身边 真的都是小可爱 真的 真的 我很少碰到 自己讨厌的人 我如果碰到 讨厌的人 我就跟他 自动保持距离了 他也不会跟我 成为朋友 如果是工作上的伙伴的话 那就是保持工作距离 但是我的朋友们之间 非常非常的好 以至于我会觉得说 我人生是不是已经 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 花完了我这辈子 所有的运气的那种好 那我现在在回想 如果我在听你 讲那个话的时候 我当然就会觉得说 可能 我当时肯定就没有办法 站在你的角度下 我站在我的角度 回顾我的一生 就会觉得说 我故乡当然好了 就是因为我的过去 我得到了那么多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就非常的不知感恩 对 是那种感觉 就是说 你的家乡给了你 这么多东西 你怎么可以说他不好 因为当时我跟你可能 还没有那么深的交集 也没有太多的去了解过 你在老河口 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我只是说 那从你今天看来 你活得人模人样的 对不对 你的外语又这么好 你又参加合唱团 不像我是一个宅女 一直就宅在那边 所以我会觉得说 那当然是 家乡 家里给的支持很好 突然回到了塔拉 那个话题 就说 你过得不也挺好的吗 你在叫什么菜 今天就是又绕回来 我得罪一下 来自杭州们的老铁 我觉得杭州真的不太行 我现在可以很平静地 接受你这句话 可以的 它不太行 它当然不是一线大城市 西湖周边真的很美 但是它作为一个现代的城市 娘嬉皮 赶紧把地铁给我修好了 我们再出来说这件事情 对然后 这在修 这在修 你刚刚说那个话 我爸前两天也跟我说 就我们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你跟人家比 你看你是不是 从小你也没 你也没受冻挨饿 一个二个都那么稀奇 什么的 但是 妈的 我就说 我小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教育我的 成绩好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骄傲 要和成绩更好的同学比 你咋不跟他好的比 他只是说比成绩 我跟你说比条件了 我的妈呀 就又绕回这个 当你当相两 飞向你的身 我觉得其实 读他这本书 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就是 你可以说它是一种 凝固成文字形式的人间观察 就是我虽然说 已经在通过自己的这个 努力 努力地去教育我自己 但是 还是当读到这样一个人的人生的时候 尤其是当我知道他和我是同岁 然后他的成长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 居然是这样一个狗样子的时候 我多少还是惊讶的 我就觉得还是没有想到 还是增加了我的认识 或者说就用这个书的题目的话 就我是受到了他的教育的 就还我对于 对我的认识 我对世界的想象 我对他人的理解 还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今天这个人 我不知道他写了这样一本书 他站在我面前 或者我去跟他交流的话 我 怎么说 我没有办法去 共情到他的很多东西 如果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成长起来的 不知道他心里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对 是的 就是因为 因为刘姥姥就很难想象 林黛玉到底在为什么施情而痛苦 可是林黛玉他是真的痛苦啊 你没有办法说 林黛玉他看到那个 葬花的时候 他不痛苦 他就是 非常感伤的嘛 那刘姥姥肯定会觉得就滑楼掉了就掉了 对不对 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和这个书 有点类似的 就我最近那个 众所周知 我在老家考驾照 然后 那个科目一考试不是 就是在电脑上考嘛 你就拿个鼠标点 那个是正确还是错误 就选择题 或者判断正误题 然后我就发现 是真的有 有人不会用鼠标 而且不是你想象那种中老年人或者什么 就是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姑娘 她应该 因为她能考驾照说明已经18岁了嘛 对吧 那我估计她也就是个18 9岁 她当时考试的时候就举手 她说这个怎么弄怎么弄 一开始的时候负责监考的那个交警 还非常的不耐烦 然后几句话下来 那个交警突然问她 你是不是不会用鼠标 她说是的 然后 那我当时其实还是 确实是挺震惊的 就跟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的感觉一样 你很难想象在2021年 中国的一个 是啊 18岁的年轻人 不会用鼠标 她不知道左键右键 不知道单机双机 下一页之类的 她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她用平板 后来我也想了这个可能性 她是不是其实一直是用手机 然后从来没有在电脑上操作过任何东西 对 但是 still 你 我就觉得 就是我的 在 所谓的城市生活 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她把我 拖向了另一种无知 就是我已经忘记了这个乡村生活可能是 或者说小县城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对 是这样的 因为罗欣她还写了一本书 她这两天 因为你知道就大数据的搜索 你一旦买了这本书以后 她就会给你推罗欣的另外的书 所以她有一本随笔集 叫做从大都到上都 这是一本实实在在的随笔集 就是她从 她从 我觉得是一种 比较取巧的方式 但对她来讲 这个年龄 还有这样 这样身体状况的一个稿 经常在书栽里面写东西的人来讲 也是不容易 反正她就走到了那个上都吧 然后 那么她就自己会写一些随感啊 或者这些类型的东西 也会参加一些她自己以前读到的文献 我觉得读起来的感觉 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趣 还有她 会让人想到那本忧郁的热带 那人类学家写的那本书 所以是她一个自己感受的结合 她就说她可能离另外的一个中国 非常的遥远 就是离那个乡土的 离大家生活的中国非常的遥远 但是她在历史当中 走了那么久之后 她觉得她要在现实当中 去走一走 去走这些路 你才能够有更多的更新的体验 你在老后口这段经历挺好的 真的 是的 你刚好可以回顾一下过去 现在在老后口待了 我从4月1号回到家 然后中间离开了几天 但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 我可能一直要待到5月底 就两个月的时间 我每天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想 我每天都想找你们录节目 我想找你录节目 我想找录节目 我想找大黄和艾总录音 我有好多话想说 我每天都有好多好多新的观众 新鲜的不得了 你这样就应该随身带 对 应该带一个录音 比你的灵感爆发了 随时随地掏出一根硬的棒子 然后就开始对着她说话 我的问题是 我觉得我需要跟人说 我需要跟人聊天 然后把一些东西聊出来 因为我的大脑睡团浆糊 我经常是 我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情绪 我被什么东西触动到了 然后我就只会哭 但是我也说不清 我觉得那你爸妈还好吗 他们会有没有那种 我女儿突然变待遇了的感觉 我不会在她面前哭的 我自己偷偷躲起来 荧光落泪 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 哎呀我忘了 打了个岔又忘了 反正是从这个用鼠标 这个事情开始的 用鼠标 你每天都过得很新鲜 还有你今天拍的照片也很好看 对 你知道吗 你的照片里面就透出一种 对老何口的感情 你还是蛮喜欢老何口的 我要这么讲 我现在挺喜欢的 我现在挺喜欢的 但是这是一种 都不能算是reconnect 或者说是怎么样 就是完全是新的 其实 我小的时候生活的房子已经没有了 学校除了小学还在原来的地方 所有的都变了 其实我现在回来 基本上是回到一个陌生城市的感觉 就是只是相应不改 但是 人变了 人也没变 你爸妈不都在 你大姨都在 对他们是在的 但是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除了他们 我以前也没有别的 我上学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同学朋友 然后那个时候 老师虽然说 就是都挺喜欢我的 但是现在也和老师们也没有联系 但是你有新的朋友 不断的在接触到新的朋友 我不确定这些人能不能成为我的朋友 我现在回来那个 驾校认识了几个人 也加了个微信 但是都是为了互相通知 今天练车在哪上车 就 我觉得成为朋友的可能性比较低啦 但是 我不是说和他们 我是说和你的 新的精神上的 有可能 有可能 对 就是我 我现在是觉得老口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啦 但是这个是建立在我自己已经有 在别的地方有了自己的生活 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的一个条件 对 如果说还是一个 生活在这里的一个青少年 就你的一切都只在这里的话 那还是很难受的 但是 现在是变成一个 我是一个外人 从外面回来 那才能发现很多的事情 新鲜 这新鲜 就是新鲜 或者说你 我觉得不能算猎奇啊 因为我是发自内心的 觉得还挺舒服的 比如 那个 从驾校练完车 自己骑个电动车回家 然后最近这个季节 非常的好嘛 老口的嗜数是香蕉数 就很多条路上 就是有很多很多香蕉啊 真的是清香 而这两天呢 预览也开花了 我为什么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会流眼泪 真的是迷惑 我就觉得你 预览 懒二哥哥是吗 不是我跟你说 我最近真的非常的易感 朋友们 你如果说 我上次节目的时候跟你说 我最近真的是情绪 非常容易波动 对对对 for real 然后那个 练科目三 上车的地方 有一片枇杷树 哇 那个枇杷的清香 真的是非常的好闻 它现在还 没有完全成熟 因为它就在路边上 伸手渴的 要熟了 早就就轮不着 我看了 对吧 现在还是轻的 但是哪怕是 那个枇杷还是轻的呢 它还是 那个果香 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就骑 骑电动车 那个 嗯 你知道老口小到什么程度 就是那个 三公里 三点五公里的地方 你打车都没有人 过来愿意接 都觉得你那是城外头 你那远的要死 我从家要 我为什么天天要起电动 之后就打车回去 就师傅会接到单 之后他就会拒绝 说你太远了 说系统神经病 为什么给我派这么远的单 anyway 所以你会 可能这条路 你还在城里面 两边还是有些店铺啊 是吧 还是怎样 然后再拐沟 我面前突然开始 就是卖地 或者是 这两天 那个油菜籽 正是收获的季节 我今天 我今天花了很大的 很长的时间 去观察油菜这件事情 它首先堆在旁边 我不知道是啥 我以为是芝麻一开始 有点像 是干掉的吗 对干掉的干掉的 其实有点像 对吧 然后我问了一下 我问了一下旁边的那个 就是 那个那个 练车同学 跟我说不是这油菜 油菜呢 油菜 就是它现在是在路边晒 晒了之后你要打 然后会 骑着电动车在上面 一面一面的压 要把那个籽压出来 然后压完了之后 你把那个 拿走之后 扫扫了 然后拿去卖钱 就 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我真的是 就是我 就不想当农民 这个事情不适合我 当不了 这体力真的当不了 我觉得 我看着他们在那边 搞这个事情 就非常的累 然后 然后他们会把那个 一大捆一大捆的 就是像床 那么大一捆的 那个 干掉的那个油菜 捆起来之后 就放在马路中间 今天我那个 科普赛是上路嘛 有一个地方是要 让你掉头 那掉头 唯一的一个掉头车道 被那个油菜 完完全全的占满了 然后教练就说 没事 你如果考试的时候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走 你就借用执行车道 掉头 不会给你扣分的 因为这个是属于 不可抗力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然后 然后他说 现在这个季节还不到 就如果是 麦子成熟的季节 就更加不得了 现在是只有一条 车道被占了 麦子成熟的季节 是只给你留一条车道 其他地方全是麦子 然后 而且就在那个考场 那条路上 他们就很痛苦 所以那个教练说 他们每天都要下来搞地 把那个 学员要练车了 他们就得下来 跟农民去争 把你这个麦子 往旁边收一收 好歹给我们 留一条车道出来 我就觉得 今天你拍的照片 会让我觉得超美的 主要是心很安定 你知道 那种拍出来 就会不一样 但我其实是很激动的啦 我其实是就是 是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我看到点啥都会哭 真的疯了 迎风流泪 因为现在是暮春时节 又是初夏多好的季节 如果不是 就应该多逛逛 是啦 如果不是因为 我确定没有怀孕的话 我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怀孕了 就真的是这个激素水平 非常的波动 真的怀了也没啥 你确定没怀吗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怀 因为有时候咽一次也不准 我也没有怀 好吧 好吧 因为你知道 我有一个朋友 来我这边住了 一个星期 回去以后 他怀孕了 然后我就很惊慌 我想说是我的吗 后来我想说 不愧是我的 他就突然发给我一张 孕童的表 他说你看 然后我看到那个树直 就觉得我的心跳都快了很多 我说不是我的吗 应该 我仔细想了想 应该不是我的 他说不是 是已经两个月了 我说那好 不是我的 我就放心了 哎 笑死了 我就说可能就是因为 你回到老河口 很新鲜 就是在这个新鲜 或者在这个波动里面 你又想到了很多 成年的旧事 这种似是而非的记忆 是最容易挑动人心的呢 哎 似是而非的记忆 你知道吗 甚至 甚至 我发现 我发现 我跟大黄和小爱两个人交流 都有这方面的一些心理上的障碍 因为他们俩是我现存最老的朋友 然后 什么叫现存最老的朋友 我没有比认识他们更早的朋友了 就这样 对 我觉得我们俩 我们俩虽然认识的 就literally 因为我们是2016年9月1号开始认识的嘛 对吧 但是 平睡相逢 对 但那个时候不算熟 我跟他们俩是最早成为朋友的 那他们俩其实是见证着我 从一个极度傻逼的状态 然后慢慢成长成了一个 现在还相对好一点的 一个30多岁的人的状态 那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忘了我上期节目里面 有没有说这件事情 就我最近状态不好 我博物质也录不下去 我精神状态 anyway 你说了 你不要忘了 我帮你记着呢 好 我就不太好意思去跟他 不是不太好意思吧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去跟他们讲 就好像我一旦去跟他们提这件事情的话 我就瞬间变成了一个2016年17年的一个傻逼的我 不是16年17年 是06年07年的傻逼的我 就是 那个傻逼的记忆和傻逼的感受 和认为自己是傻逼的这种 那种那个氛围哗就起来了 所以我会逃避 和跟他们讲一些事情 我会逃避 我当年也是认识你 但是我们俩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俩真正就是变成非常好的朋友 是 我 好像是我在爱尔及利亚的时候 以及之后 就是反正是我们毕业了之后 有几年没联系 然后后面又重新联系上了 然后在那个之后 慢慢慢慢慢慢才 就真正的 就如胶似漆了 对 所以你跟老和口是这样 就是 后来是不是最大的冲突 就是我们今天也已经了结了的 那我们两个之间 没有任何的仗 爱 只有波比 波比不是这样 波比是我们的好朋友 对 波比是我的好朋友 怎么讲起来 怪怪的 不过有一天 你对我说的话 其实我还 我会记得 你看我记得多少 你对我说的话 你那么记性不要那么好 我就是会有 heart disease 你知道 我一喝一滴会有 我现在可能就要有了 就是你有一天你跟我讲说 你觉得自己老了 然后能够开始欣赏 就那种 那种无风也无雨 天气特别温和的好天气了 是不是大概是这样的一句话 那句话对我来讲也是一句印象很深刻的话 因为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又要哭了 你哭吧宝贝 是的 这个事情呢 也是一种玩笑 但也是真心的 就是 好天气 是过一天 少一天 第一天气 ですね 我觉得爱哭 真的是 我今天从驾校会家经过的那个路上 风景好的 我就是现在会真的会停下来 拿出手机拍两张照片 而且还舍不得筛 我就觉得我不一定还能活几天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是这样呢 然后今天 我胆孤说要请我吃小龙虾 我好开心 结果他跟我说 我们明天再吃吧 明天的小龙虾 再也不是今天的味道了 他会更入味 然后我就 然后就没有吃什么小龙虾 我自己下楼吃了一碗面 然后那个面特别的淡 一点都不好吃 然后非常的受伤 anyway 我就非常沮丧的 那个吃完了一碗面 来跟我录音了 怪不得呢 为什么一开始不嗨 就是没有小龙虾的缘故 然后我就 骑着电动车往我外婆家走 我现在住在外婆家 然后经过 就走到外婆家院子里的时候 那会儿夕阳特别的漂亮 然后天上 又哭了 是的 天上有月亮 夕阳特别的漂亮 然后那个风吹的那个云彩 冻得特别快 而且我正在听故事FM最新一期节目 然后我又哭了 然后拿出手机 拍了几张夕阳的照片 然后收拾了一下情绪才回家 因为面对外公外婆 要做出一副小白兔的样子 眼睛红红的 当然是小白兔 戴着墨镜了 就伪装一下 我懂我懂 假装自己很酷的进门 回来了 我懂 对啊 因为你也不能跟外婆公外婆说 是一位小龙虾的缘故 不然外公外婆会被惊到 他说走 现在鬼鬼 我们前面都出了小小龙虾 你想词多少小龙虾 都可以词 真的是 人生难得 活着还挺好的 我现在你要有在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吗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录音 at which point 把它切成两半 一半是情绪相对正常的 放到蒙台沙莉 作为这一个 上次节目 另外一半放到国务之举 是这个闲聊 哭泣的节目 妈的 上一期节目发出去之后 你知道给大家带来了多少欢乐吗 我觉得非常的迷惑 就很多人 笑到死去活来 要求我再用老口话录节目 那你 那你录 但是 但是 你也不能 for no reason 用老口话录节目 只要带入一个情景 你才会去切到老口话 虽然 谁来说我现在也劝死客 也劝最后老口话 虽然但是没有两个逼啊 你真的是无缝切换 我听起来也挺欢乐的 是吗 上一期节目 我觉得你的情绪很到位啊 我本来就说 本来这期节目 我是对你哭不抱期待的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每期节目你都能哭出来 我没想到这期你哭的更多了 这是出乎我的意料呢 我既然说到哭 我再给大家分享几件 最近就是我流泪的事情好了 我有点抖 你说 我保证我少笑 actually actually 我一直 这个事情可能说的有小一年了 我想做一个属于自己的 就是个人的博客 名字都已经起了 叫BBedit对吧 我们俩也假模假式的录了一个第一期 但是我剪好了一直没有放出来 然后现在我突然有个想法 就是我知道 就是选题上 我一直没有想好BBedit到底要干嘛 那我觉得至少有一个选题 就是可以 说一下我最近都听了哪些节目 就近期播客收听综述 可以可以 那个还挺好玩的 但那个就会有很多你的主观的 很多想法 就是一个纯的 有你的特点 你的个性的题目 对对对 对所以才是个人播客 对吧 我也不能一天到晚 给博物质更闲聊 那可还行 上面次闲聊 跟出来 啪啪就往下掉粉 好吗 就是这样子吗 是吗 大概觉得 你一个讲博物馆的节目 到底在干啥 你知道这个操作叫什么 叫做提纯粉丝 就是我最近心血的一个字 饭圈专用语 这样你的粉丝 就被提纯了一波 剩下来的就是纯粉 你要是再跟这一期的话 它又会掉一些 剩下来的就是更纯的粉 到最后就是超级纯 99.9%的 冲你来的粉 好的 说到这件事情 突然提醒了我 就是朋友们 因为我四月份 更新的太勤了嘛 真的那么多期节目 然后其中呢 咱们不是接了两期广告 一个是OderOder的燕麦奶 还有一个是猫粮 九生的猫粮 如果你因为跟的太多 没有听到的话 朋友们 这两个牌子 真的是我良心推荐 那个优惠券都还有效 该再去买一点 因为跟的太频繁了 所以就是 其实播客本来 我们节目应该有一个 更加常委的效应 就受到了损伤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为了我们 我们那个博物质的ROI 更好看一点 如果你之前没有听到 那两期有广告的播客 现在听到我说了 请麻烦支持一下 我的事业 谢谢 就那个领取优惠串 买的燕麦产品 Anyway 莫名其妙 这段剪到前面去 莫名其妙 它叫Oat OK 对的对的 我一直以为叫Oat 我在想 那那个怎么念的 怎么这么长的两句 OK 好 你继续讲 你可以哭的事情 我好期待啊 好 你这个人 真是一个天心 DOS 一个是 一个是5月17号 那个国际不再恐同日 同时好像还是什么 呃 关爱残障人士日 和一个什么日 我忘了 就都是5月17号 这么忙啊 对的 嗯 然后那天 故事FM更了一期节目 呃 是讲的是 那个那个那个 呃 好像标题是我结婚的那一天 他去世之类的 反正就是一个 男童性恋的故事 嗯 我那天是 也还是 我怎么 我事情都发生在 从驾校离开 因为不再去驾校的路上 就在从驾校回来的路上 真的是 那当然就只有 这两个节点了 从驾校回来的电动车上 我一边 闻着空气中 洗着你的笑 日兰花的香味 骑着我现在的小摩托 然后听着这期 伤感的节目 就是眼泪哗哗的流 我感觉旁边经过人 都觉得我疯了 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在骑电动车 这个 哎妈 这个故事大家自己去听啊 但是我有点生气 因为这样的一个 这么好的 关于其实情感的故事 呃 就非常的 嗯 实际上我觉得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呃 那那那留言 哎 你们怎么老做这种 同性恋相关的节目 那是博眼球 这么为了蹭流量 啥的 然后还有人说 呃 这个节目 这个故事挺好的 但是不是应该控制一下 少做啊 这样会交害青少年 影响不好 这要好我就好生气 呃 就是因为节目哭了哭 然后看 看评论 又生气的 几乎要哭 嗯 所以 对 因为评论 你看的太快了 就是我现在有的时候啊 蒙泰傻衣的评论 我是全部都是 认认真真去看的 但是 像别的节目 或者什么的评论 我看文字 真的非常快 我不能够一眼扫到 让我生气的东西 我 我宁愿不要看 所以我连微博都不装 就是觉得 太多太多的 奇奇怪怪的 我不想看到的评论 就只能不装 那期节目 我也推荐你去听一下 反正是蛮好哭的 但是真的很感人 对 但是那种 那种我反正是从来没有经历的那种爱情 但是 就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还是很 但是故事爱分经常是这样啊 他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人讲自己的事情 或者自己见证的事情 就很想就是隔着播客 给他一个拥抱的那种 嗯会的会的会的 然后然后今天听了声东机器的最新一期节目 好像标题似乎是女性 独立女性和成为母亲吧 三个人 一个是徐涛 崔景 还有丁角 达燕 他们三个人 一个娃已经11岁了 一个娃1岁 一个中在怀孕 然后他们三个人讲了一些 自己关于 就是成为母亲 就是要孩子这个决定 以及带孩子中间那些经历和一些感受 就包括那个职场应该怎么样的去 更好的帮助和服务 这个这个母亲吧 这样的一个节目 这期节目我也特别喜欢 是因为 也掉了眼泪 但不像我们录节目这哭得稀里哗啦 就是掉了小小眼泪 是因为 我听这期节目的时候 获得了一种非常神奇的共情的体验 就虽然我没有孩子 我也不打算有孩子 但是我似乎有一个imaginary child 他们三个人讲的自己 母 作为母亲的体验 怀孕的体验 在这种中间受的一些辛苦和一些幸福 我都很 我觉得这个话很像 很有可能是我自己会说出来的话 他们仿佛是 仿佛是度过了 或者说正在生活着我的另外一种生活 然后我就特别 有种很奇特 能够带入 对 就是有很奇特的体验 然后这种带入吧 它还不是说那种 我看到一个别人的故事 我听到一个别人的故事 我能理解你在说什么 或者我能理解你 就是这个时候的感受 是那种 他们讲这个事情 好像就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的那种感觉 我还蛮推荐大家去听的 还有就是 昨天我在你的推荐下 昨天下午看了一一 杨德昌的电影 对 这个 我是一个特别没有 那种大伙 就是我很希望是在电影院看的 就他那个电影一开场 我觉得卧槽牛逼 但是 他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那个电影一开场 就已经深深的抓住了我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但同时呢 他节奏实在是他妈的太慢了 然后 我 我是要用调动很大的自控能力 才能往下看 You know what I mean 就 我不可以玩手机 不可以那个 我需要去老老实实的看 然后就逼着自己 中间还吃了个晚饭 然后吃完晚饭之后 回来继续把它看完 嗯 你来说一下这个电影 他有 好 至于这本电影 我看了三四遍 而且有 我没有在大荧幕上看过 因为已经错过了 它上映的时候 所以我是 都是通过电脑看 有我半夜自己看的 有我和我妈一起看的 我觉得也不一定说 呃 观影体验上面 一定要是电影院那种 完全专注的状态 那是一种欣赏方式 还有一种就是像我这样 我和我妈两个人 有一搭没一搭的 断断续续的在看 那这电影其实主要就讲的是 一家人 包括 大家看着看着会发现说 呃 互相有关系的这样一家人 每家发生的各式各样的事情 那么主要是通过主人公的一家 是呃 有一个年年迈的婆婆 然后现在是因为生病 失去意识躺在床上 在家里面的 有一个护工照顾 还有呢 是一个中年的 呃 和别人合伙 开公司的这样一个男子 以及他在这个 应该是公务员 或者事业单位那种上班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吧 是不是 他的妻子 再加上 家里面有两个孩子 这样的一个组合 主要是通过这一家人的视角 在不断的 嗯 围绕这个视角去展开的个故事 那么当中有一个 就是小朋友 小男孩 是他家最小的一个儿子 呃 经常就会 是一个言语不多 但是 又会让人觉得 每次说出来的话 都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男生 主要是通过他的眼睛 去看他周围 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这样的一本电影 时长还蛮长的 所以那天 呃 我之所以会推荐你是因为 我和我妈两个人 嗯 因为我是 哪一天 反正我放假回到家里面 那天晚上刚好没有事情 我是在这个外面的沙发上面 坐着 打我的电脑上面 叫对翻译 然后我妈就说 你投评一下 我们一起再看一遍 一一吧 我说好的 我们一起看 所以我就一边做个翻译 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看 还会还会和我妈聊两句 我妈会会会非常认真 也不是认真去看吧 但我妈是也已经看过一遍 但她很喜欢一 因为她觉得这本片子里面 像那个婆婆躺在床上的 那个情景会让她 我觉得啊 这只是我觉得 我觉得会让我妈想到 我外婆也有过很长的一段日子 就是这样在床上 但是并不太有 意识不是很清醒的时候 然后我妈每天会做的事情 就是要和我外婆去聊聊天啊 干什么呀 所以她会很能够 代入 这也 也应该用你 刚才婉姻说的那种方法 就是她会觉得说 那个人生 就是她的人生的某一个部分 所以她会 很愿意去看 这也是 我没有想到的地方 就是通过一本电影 我觉得我们两个 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晚上 主要就是这样子的一本情形嘛 但电影本身 我觉得音乐是好的 拍摄也是好的 剧本也是好的 唯一就是像你说的 因为她的线展开的比较慢 而且有很多东西 她是可以要慢慢品的 所以你这一次 如果品不到的话 可以下一次打开来的时候 再慢慢品 有一点像那种 山水长卷画 所以不一定 一次就一定要 从头到尾欣赏玩嘛 当然她很累人 所以说也是一种体验 但是你要是一截一截 截开来看 或者单看某一个人 某一条线的那些故事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我还会比较喜欢这种 零零散散的欣赏模式 我觉得也挺好 我倒不是说 她一定要去电影院看啊 其实像我这种 自制力不太强的人 就还是 有一个环境管着我 会比较更适合 看这种东西一些 只是仅此而已 那个仰仰好可爱 她就是当 她最后参加这个婆婆葬礼 说我觉得我也老了的时候 我就觉得心里 我也老了的那种感觉 我又要哭了 我跟小爱说 我看依依看哭了 她说那依依那是要哭 而且越老越 越老的人看越会哭 这是一个测试是吧 你哭几次 就是你有多老 Oh my God 小的时候看 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上了年纪看 依依就扎心 是的 超扎心的 看到那个新生儿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很感动 然后新生儿 是在中断出来的 一开始是个喜宴 对 而且中间 我这种粗俗的人 我第一反应 我想到肖叔叔是骂人 他自证腔员的 用国语骂了一句 好你骂个B啊 然后我当时 对对对对 截了个图 我想说 卧槽原来台湾人 也会这么骂人的 果然咱们是中华一家亲 是的 那句骂得非常解气 你知道最近 博物质群里面 有一个小的衍生群 我当然不知道了 女生那个脏话骂人 互助群 因为他们说 不会骂人 我在那个群里面 已经非常收敛了 但是我每次发言 都被认为质量非常的高 但其实 我还会很多别的 那他们就说 这个群也太过瘾了吧 受了欺负 或者是受到骚扰 但是又没有办法 有力的还击 你没有经过练习 那个脏话是无法 自然流动的脱钩而出的 你知道吧 而且大家还有一些 女权主义方面的 这个考量 因为你骂人的时候 就是这个一般都是 攻击对方的母亲 和女性家属嘛 也不愿意去这样骂人 所以又给自己 加上了一层 这个骂人的 这个内容选择上的枷锁 所以就更加的困难 这倒是 要是在骂的一瞬间 要想那么多的话 那也骂不出口了 对的 不能搞得太复杂 要直权出击 是的 要一机到位 你的目的是造成伤害 你不要考虑他的感受 又扯远了 就没有证过 就没有进过今天 完了 我觉得这次又不能放 蒙泰莎莉了 真的是 就是飞了 又彻底飞了 然后我们 要不然最后再说说 开心的事情吧 我们录了多少时间 是啊是啊 已经好久了 已经一分 不是一小时39分 是的 也够了 蒙泰莎莉先导片 就前面20分钟 也够了呀 咋 我都不觉得 我真的不知道 能不能剪出来 一个能用的先导 不能就再路过 一样一样 没事 我再录个认认真真的 先导片 我写 我写下来就好 好 说 开心的事情 开心的事情是认识了 两个新朋友 那我也有开心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 不能只有你开心 我有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 我新认识了一个大大不是 我跟她 我跟她是四月份的时候 因为某种机缘相见 也没有相见 我们在一个平台上面认识 真的是一见如故 但是呢 我们两个一直都是用平台的私信 在聊天的 但是有一天 突然之间 我发现她把她的私信给关了 我失去了 唯一可以联系到她的渠道 就除非在她的文章下面留言 不然我就不能够跟她私信 没有那种私密的感受 那天呢 我刚好又是放假在家里面的 所以那个下午 我就爆哭了一个下午 比我 比我真的情感上面失恋 还要难受 那天你是真的落泪了是吗 就流下了眼泪的那种哭 对呀 就是坐在沙发上面 看到一直不能发私信 就一遍遍 然后眼泪就流下来 我爸就在遍上说 你怎么了 我说没事 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我就进去 我找了三个群 就觉得 我觉得三个也许 可以让我缓解的群 我就跟他们讲这件事情 就包括有晚银你在的群 还包括另外两个群 我就在里面各种 各种发消息 就说 哎呀我今天好伤心 遇到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不倾诉出来 我就一个人默默地哭 这真的是 这件事情真的是太无情了 就天底下 竟有这等无情的事情 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 就跟甲宝玉落泪一样 所以我就 我就跟大家讲 那那几个群 大家给我的反馈 就都是 哎会好的 反正就 就这样安慰了我几下 但是我有被安慰到 所以我就会发现说 有的时候 即使 这个群里面 也不需要太多的人 一定要理解 或者共情的感受 反正他们就说 啊反正会过去的 就这样 就这样随便讲两句 我也觉得 稍微好过了一点点 好容易满足 我要是你 就是可以继续哭 那我还是哭的 就是伤心还是伤心的 可是我觉得 就在我的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我这个下午就开始 各种写东西 就是各种 各种希望我能够忘掉 这个事情 但是我一想起来 那个大大光的撕心 我又觉得说好伤心啊 我以为你是在给他 我是以为你在给他写什么 我在想说 人家不会觉得 你是个痴汉 我开始有这种担心 所以我就说 是不是因为我太过热情 我给他留言 就大家都能看到 那种留言 是不是因为我太过热情了 但是我真的只是想 表达一下我的 我的爱意 或者我对这样一个 能写出这样文章人的 这样的一种感情而已 我就这样给他留了一段 然后呢 等到晚上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我设置的特别关注里面 跳出来了一条信息 就是他的QQ号 然后他就说 小傻瓜来加我呀 我瞬间就觉得说 Oh my God 天哪 我来了 心花怒放 难以接受 我就秒加 秒加他的QQ 然后就大大一通安抚 我就说 哎呀不是因为你啊 你怎么会那么想呢 我们在互相发了一些表情之后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 就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那一个下午 真是让我觉得 像过山车一般的情感体验 非常非常的好 发了一些表情 是什么鬼 这位朋友 我很容易满足的嘛 这种满足 精神上的享受 我懂我懂 我认识那个妹子也是 就是 那个妹子 我有机会在跟她戏说 Anyway 她是一个视频博主 就是我关注她 她已经很久了 然后她最近开始做播客 而且她是做video podcast 就是那种 你可以只听声音 但是她也露脸 就对着镜头讲的那种 然后 她在视频里面有call out 她说如果你没有懂 这个做播客的技术的什么 这样欢迎来联系我 然后她 我看到她也确实是 确实是肉眼可见的 有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 然后我也给她发私信 而这个私信大概 其实怎么说 因为我 这件事情我首先要 很在私信 就这个私信我发的非常的恶心 我发完之后就后悔 就像抽自己两巴掌的那种 知道吧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无脸 她还能够辨识出 你不是一个变态 对 首先我们还想到 我不是骗子 不是骗子 不是骗子 然后我 我用了一些不太好的语言 描述一下自己的成就 对不起 我反正大意就是 不太好的语言 大意就是 我也是个做播客的 我做的还可以 我很喜欢你 我想给你一些帮助 请你加我的微信 这是我的微信 但是 说完了之后 我觉得自己非常的狗 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 然后她就一个多月没有理我 我想说OK很好 果然被当成了变态 然后 绝处逢生 然后我想完 而且在这一个多月里面 她如果有更新的视频 我都不好意思去看着了 我想说完了 现在她是一个 这个世界上 我懂我懂我懂 这个世界上 多了一个我喜欢的人 她以为我是变态 然后 是的 是的 哎呀 这点真的是太伤人 伤心了 我就很想说 我跟别人不一样 你看看我 我真的不是变态 我喜欢你 对我也不是变态 就是这样 嗯 但anyway 对过了很久之后 她突然来 有一天突然 微信那个新家好友 冒出来一个 哎 然后我就云淡风行 故作淡定的 过了一会儿 才通过她的身形 天哪 你还有这个 我已经顾不上伪装 根本顾不上我的人设 然后我就说 啊原来你也是一个 很久才看一次私信的人 对不起 我是狗 对的 然后 总之这个 就妹子已经成功的加上了 如果有人现在点进来 会不会觉得是一个PUA的节目 怎么老是在讲 怎么加妹子 对 我就确实的给她 搞了一些播客上的建议 然后她也喊我是上她的节目 但是 她是想那个 就是那种当面录像录音 所以还得 嗯 对 是不是要去线下实际 见到她 就前几天其实已经见到了 但是当时 没想着要录音 嗯 而且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 这种朋友是 我关注她很久了 所以我对她特别熟 这越说越creepy 对啊 然后她对你不熟 然后结果你们俩见少了 她还 她还这么热情 是吧 我除了不知道她的身份证号码和她家庭住址之外 她长相 名字 性格 她身边有几个朋友 她家里有没有猫 她和她的家庭关系什么样子 我一清二楚 天哪 我话说回来 就是如果是听我们播客的朋友 其实也是这样 那你听时间长一点 对 这也是为什么会觉得很亲 就我们大家如果是互相听播客的 或者是我互相看你 看你的视频之类的 你可能一见面 确实是直接就聊上来 根本没有熟识的那个过程 是 那老师我先说了 然后决定剪不剪吧 那老师是 看理想 那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这个节目的主讲人 或者说是转述者 这个节目我之前在博物质里面 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 我是真的很喜欢 而且我听她这个讲历史的节目 都能听哭 因为 她有一些章节的内容 她有一些章节的内容 所讲到的一些 怎么说呢 给我的灵魂上的共振 非常和蒙台莎莉 非常的相似 就是 它是一个很大的图景 一种 让我觉得生而为人 非常的屌 就是 你能让一瞬间 你好像似乎要感受到了 humanity 一瞬间 你似乎好像能够站在一个 宇宙的时间节点上 既往前看 也往后看 你讲得非常好 对 就觉得很 不是情节上 故事上的感动 而是一种 情感上的 对 我拒绝使用任何宗教性的描述 但是就是 对 但是有点类似那种 就是单纯的很 就脑子里面嗡嗡响的那种 那种感动的感觉 对 那个节目 它是 我之前好像在节目里说 我觉得它并不是 这个节目的内容 都是由段志强老师来写的 它是作为一个转述者 就其实每一章的内容 都是由专门的学者 来进行文本的书写 然后 由他这个统一的声音来讲出来 但是 段老师呢 他是 他是个录音的天才 就非常的挥洒自如 同学们可以期待我 来喊他上节目 我已经选 想好了一些选题 是要请段老师来录的 而且 他也 就欣然接受 完全 我那个 我说要录什么什么题目 行 这个题目 我怎样怎样 然后啪就给我发了一些 他其他 他在其他平台上的 很贵的节目的 那个 兑换码 你先去看这个什么什么 我说段老师 谢谢 一见面就给我送东西 然后前几天去上海 就是 我去看了那个 这个留在博物质里讲 actually 这就是博物质的节目 但你留在以后的节目里面 讲我去上海 看了那个 松泽 考古 不是sorry 松泽遗址 博物馆 对不起 然后看完了之后 我应该段老师说 我今天看了这个博物馆 搞的是挺好的 然后他说 你在上海啊 来复旦找我玩 然后去复旦找他玩 就很开心 哎呦 我就太幸福了 我就太幸福了 我的追星之旅 这么的 这么顺 一片坎图 我就是追星经理 我现在需要认识张哲瀚 谢谢 直接就碰到正主 你那不是追星 你那是追老婆 那是不一样的 好吗 路数上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 我们两个人的 勾搭的 成功的勾搭经验 就是 各有所爱 各取所需 而且我觉得这种关系 是有点类似 我不能说它是一个 三次元的关系 因为你也不介入 它的实际的 很多的朋友圈 就像一个 2.5次元的关系 我觉得是非常好 就像博物质群里面 也有一点类似 你知道别人的一点事 但是他知道的 也不是他的那些 家长里短 反正你只知道 他想让你知道的部分 我还蛮享受 这种距离的感觉的 因为对我来讲 三次元要找个人 也很麻烦 二次元的人呢 那实在只能在梦里见 只有2.5次元的人 就是 他能给你一些反馈 但是他又不用 非常亲密的 跟你在生活上 有很大的接触 实在是一个 现代社会才有的 非常美妙的关系呢 感谢互联网 感谢互联网 我这又哭又笑的 现在嗓子都套了 朋友们 对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会哭那么多 我本来觉得 这期节目 我没有预计到这一点 没有准备 我真的没有夸张啊 当我跟你说 我最近真的很容易哭的时候 我是真的很容易哭 我不知道 原来那是一句预警 我只是把它当成了一句 寻常聊天 就是 哎呦 最近很容易哭 对 我没有仔细去想它的意思 我想你就是 这么一说而已 你没想到 原来是这样 而且 你知道我最非常的尴尬的是 而且我也非常感谢 刚刚我提到两位实体的朋友 我第一次见到人家 我也哭了 但是人家都没有嫌弃我 真的吗 天呐 我控制了一下 这是什么场景啊 我控制了一下 我没有 我没有 像今天 我就是我们俩的那时候 哭成这个样子 但是我的眼眶是湿润了 但是湿润的原因 不是因为见到你 好吧 湿润的原因是 我们聊天的过程中 正好聊到一些 最近对我非常有感触的事情 我想到这件事情 眼泪就开始打转 然后我感觉对面老师的表情 一瞬间稍微有点焦化 小姑娘你冷静一点 然后 太可爱了 我已经太可爱了 就冲你这个可爱 我也去 对 九生的猫粮 是的 请给你们家口口 对对对 我给他试一试吧 因为他六七年没有还 一直都是一个牌子 我想试试看新的 不知道他接不接受得了 对 他那个猫粮食 你只要下单 他会赠送两小包试吃 如果你们家猫子不吃的话 还可以退回去 还挺友好的 好的 今天以上是我们 尝试录制莫娜莎莎莉 又失败的一次经历 再一次失败 不要紧 还有下一次再战 我们下次再战好吗 下次一定要成功哦 下次你不要带我 你自己录 你带上我又变成 我在这边 嘻嘻歪歪大叫了 录制过程 朋友就是那种 你先走我断后那种 是不是 不要带上你 那我肯定要表白 不我怎样都要带上你 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伴啊 好的 好的 朋友们再见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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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